一般來到廟內奉茶 大多都是用白開水或者是茶水來請信眾 不過台灣府城隍廟 使用的卻是純蜂蜜製作的冰涼蜜水 原來是有一位默默行善的信眾 長期奉獻所來 而且這位信眾每逢初一十五 都會委託水果行送來大批的高級水果禁神 所以多年來 始終無法得知這位信眾的真實身份 你剛才那個送來是什麼人不知道 都請過幾行送來 你送幾年了 一兩年有 我也不買 你也不要跟我們說 我也不知道 依照規定 廟方不能將信眾捐贈的物資拿來自用 所以廟方決定將這位信眾捐贈的 240斤天然蜂蜜 做成鳳茶 請來到廟裡拜拜的信徒喝 一般都是只是茶而已 對 因為第一次提到蜂蜜水這樣子 很好喝啊 而且冰冰涼涼的 冰冰涼涼的 消暑 拜完一圈這樣下來 然後喝到這個呢 他就會覺得就是 有一種從心裡面又填起來的感覺 這瓶喔 這 冰冰冰冰 這是說 信眾 這個信徒拿來擺 因為他十五月 他一陣都有買規矩 買三月都取十五五個禮拜 因為他拿來擺都好的規矩 這次用蜜 不然就在冰涼涼 兩年過年底 他用冰涼涼涼 來 我們就放給信徒 去脫胎犯古一白 這次他用蜜來 我們說 信徒來講 臺灣府城隍廟主委郭榮澤指出 夏天來杯冰涼的蜜茶 令人心涼皮肚開 廟方以1比9的比例沖泡 放進保溫桶 讓信眾無限暢飲 為減緩蜜茶變溫 壞了口感 廟方還搞缸製作了蜂蜜冰塊 和蜜茶一起沖泡 讓蜜茶整天都冰冰涼涼 甜蜜又健康 記者張秀為 台南報導 和蜜茶